无论如何,尸身人面相的历史已有4500年,古埃及人在此生活、活动,令人相信他们早已发现了这一宏伟雕像,并将其头部雕刻惩罚老的形象,关于其头部的比例,正如社会科学家罗伯特等人所指出,相较于身体显得过于小巧。 如果这是一只经历严重侵蚀的狮子,这一切便不难理解,之后,这座雕像静静屹立在埃及无尽沙漠的中心,成为一处集市的象征,这片神秘之地与其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而尸身人面相则作为考古奇迹,吸引了无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目光。 近期,科学家们揭开了尸身人面相隐藏的秘密,探索这个古老传送门背后的奥秘,这一发现是否会重写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科学家们终于揭示了尸身人面相的神秘面纱,隐藏的通道和静止的隧道,使这座古老纪念碑成为无尽争论与猜测的源泉。 关于隐秘隧道和房间的传说不断流传,而现代科学研究则暗示,尸身人面相的底部或许潜藏着未被发现的空间。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纪念碑后面的一条静止通行的通道,长期以来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 著名埃及学家扎西·哈瓦斯与马克·雷娜首次发现了这条通道。 当一位老工人提到尸身人面相尾部附近的秘密隧道时,挖掘工作随即展开,他们一开一块石头,露出了通往尸身人面相下方的通道。 经过三个星期的深入探索,尽管他们走进了这个神秘的空间,却未能发现任何东西,留下的只有诗网和一份长达16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一条空洞的隧道。 报告中包含的稀有照片和插图主要描绘了尸身人面相的入口和外观。 这些珍贵的影像与有限的信息,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细致地检查了每一寸土地,但在这条隧道下并未找到任何东西。 尽管面临巨大风险,几位勇敢的探索者仍试图在当局分心时迅速探查尸身人面相的后方。 他们最终捕捉到了一些被禁止的影像,显示出一条之前不为人知的隧道。 直通尸身人面相的中心,这些图像揭示了尸身人面相内部被木板封住的通道。 这条向上延伸的隧道表明这座古老纪念碑内潜藏着更多秘密。 尽管这一发现,挑战了我们此前的认知,即尸身人面相下方并无任何东西。 但这条隧道或许隐藏着重要的内容,这些照片暗示着更多等待揭开的秘密, 且与地面雷达图像一致,显示尸身人面相内部可能存在的洞穴, 与这个神秘的封闭隧道的方向相同,探索尸身人面相秘密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这些新发现,为我们理解这一古老奇迹开启了新的篇章, 并有望在它那坚毅的目光下揭示更多的谜团, 揭开古老谜团的西西鲁斯竖景, 将尸身人面相与第二金字塔连接在一起, 其复杂的设计令人惊叹,象征着古代工程的非凡成就。 这是一个跨越三个层次的网络结构, 巧妙地融合了实用性与神秘感。 阿瑟瑞斯轴展示了古埃及独特的创造力和工艺, 设计本身便证明了建造者的高超技艺。 想象一下,工匠们在兼顾的基岩上雕刻这些房间所需的精准度, 展现出它们对地球结构的深刻理解。 走进竖景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精心制作的举行开口, 标志着你即将开始下降的旅程。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洞, 而是一个深达近十米的精巧竖景。 想想看,工匠们使用坚硬的石头和金属工具提取于塑造石灰岩, 再通过绳索和木质支撑来完成这一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一切工艺凸显了古埃及人先进的工程技术, 促使房间虽然没有奢华的装饰或珍宝, 却散发出一种宁静的氛围, 仿佛是为仪式准备的初步空间或是深入研究前的陈词之地。 然而,真正的秘密在你深入到第二层时会揭晓, 在这里,另一个竖景向下延伸二十米, 展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房间。 这些竖景可能是埋葬通道或象征着通往来世的旅程。 这种更深层次的探索揭开了神秘的层层面纱, 引发了对古埃及文化中仪式与信仰的猜测。 继续向下,你会进入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 再走一段竖景,你将抵达深达三十米的壮观房间, 房间中央放置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这不仅是一个目的,更是对居鲁士传奇陵墓的象征性之境。 房间的一部分被天然寒水层浸没,增强了其神秘的氛围, 唤起了重生与进化的主题。 深深植根于埃及神话中, 每一层都有独特而神秘的氛围, 下降到最低点时,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石棺。 部分淹没在水中的房间展现出惊人的景象, 生动描绘了古埃及的地下世界, 仿佛在几洒高原深处精心制作的来世版本。 在这一层的深入探索中, 可以看到六个空的墓葬景。 这一令人惊讶地发现, 引发考古学家的思考, 这些树景是被强盗逃空, 还是故意留空? 这一层为古代埋葬习俗与仪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尽管许多细节依旧难以捉摸, 虽然没有明文, 但散落在树景里的文物, 如陶器碎片、 石头残片和其他小物件, 犹如面包屑一般, 引导我们回溯到过去。 表明这些树景可能追溯至新王国时期, 调查树景的过程如同侦探工作, 每条线索都在解开其起源的谜团, 最令人动容地发现, 是在中央石棺周围的小房间内 找到的木乃伊遗骸, 研究这些宏伟的纪念碑和寺庙,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背景, 寄出这些人类遗骸, 让我们与古埃及人产生了深刻的联系, 分析这些保存下来的个体, 能够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的日常生活, 饮食习惯, 甚至是他们的死亡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 奥塞罗斯树景是以奥塞罗斯本人的名字命名的, 他并非普通的神奇, 而是古埃及掌管来世, 死亡与重生的神明。 根据传说, 奥塞罗斯遭遇了哥哥的背叛, 经历了一场扣人心弦的死亡与质解, 最终复活的故事。 这一切堪比任何史诗电影的情节, 他忠实的妻子伊西斯, 不遗余力地收集他的遗体, 并为他举行复活仪式。 奥塞罗斯的传奇是埃及神话的核心, 象征着生命, 死亡与重生的永恒循环。 阿瑟瑞斯轴则是古埃及史诗的三维证明。 深处藏有一个被水淹没的房间, 象征着地下世界。 想象一下, 你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石棺, 代表着西西鲁斯的坟墓, 深刻象征着他穿越死亡之旅的经历, 以及他作为来世统治者的重要角色。 但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个地方呢? 一个有趣的理论认为, 阿瑟瑞斯轴是一个骑士仪式的场所, 仿佛是一个精神训练场。 参与者在此接受象征性的考验, 反映了奥塞罗斯自己死亡与复活的经历。 这些仪式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他们被认为传授了隐藏的知识, 加速了参与者的精神转变。 一些学者推测, 这一轴的设计与天体的复杂排列相关, 反映了与居鲁士和来世有关的形象, 似乎这些树井被视为连接地球与天堂的管道, 是灵魂超越死亡之旅的建筑象征。 真正吸引人的是, 阿瑟瑞斯州的物理布局以及出土文物如何与古埃及的文本, 如金字塔文本和亡灵书产生共鸣, 这些文本阐明了古埃及人对来世的看法, 充满了水船的象征意义和深远的哲学内涵, 树井本身, 犹如这些古代卷轴的石华版本, 与古老文明的信仰和习俗形成了有形的联系, 在墓葬内的石灰式奥塞罗斯处景, 展现了螺旋轴的演化。 阿瑟瑞斯树井的一个入口位于南面, 另一个在北面, 自2011年以来, 关于西西鲁斯树井系统的考察照片显示, 隧道系统的北部入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 在早期的图像中, 主要的开口看起来像是一个风化的洞, 延伸到基岩中, 毫无凿子痕迹, 开口左侧是二次侵蚀隧道, 当时主开口约有6英尺高, 为进入地下隧道提供了一个畅通的入口, 然而, 今天这个开口的大部分已经被混凝土封住, 而它下方的洼地也被沙子填满, 似乎是为了掩盖北部入口, 防止公众看到。 此外, 左侧的二号隧道同样被沙子覆盖, 近期来访击洒高原的游客注意到, 这些重大的变化使得曾经显眼的大洞, 如今几乎被沙子和现代建筑所掩盖, 过去与现在的鲜明对比令人惊讶, 这种故意阻止进入的做法支持了一个观点, 即阿瑟瑞斯竖井最初并不是为常规进入而设计的, 没有梯子或其他简便的下行方式,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设施显然是后来的考古学家所添加的。 另一个引人深思的细节是, 为什么建造者选择将巨大的花钢岩盒子运至地下, 而不是简单地在鲜岩上雕刻墓式, 单用盖子似乎是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 此外, 萨卡非人是由不同类型的食材制成的, 而竖井本身则是直接从坚实的鲜岩雕刻而成, 令人困惑的是, 这些食材没有明文, 促使我们思考它们的真正目的。 由于缺乏任何能够帮助确定其建造日期的施工痕迹, 传统方法很难对竖井的年龄进行准确判断, 对这些神秘的萨卡非人所用食材的年代测定技术显示, 它们的年代非常古老, 其中一种食材尤为奇特, 粗略估计每个萨卡非人重约40吨, 搬运难度极大, 想象一下, 这些巨型物体是如何通过绳索放下并保持稳定的, 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或许竖井中的水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任何在下降过程中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井口永久堵塞, 因为那样巨大的重量堆积在上面,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 建造者似乎对管理这项精细工程的能力充满信心, 在竖井范围内的第二层栏墙上, 矗立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石棺, 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沥青膜, 下面则露出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仔细观察, 沥青下方的一大片区域呈现出白色, 通常与金属相关联, 壁尺门下的金属涂层主要由铅组成, 伴有微量的铅、铁、钛和参, 这些元素的存在表明, 石头表面可能经过处理或涂漆, 但这层金属的具体用途依然不明确, 梳轴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位于北墙上的一个巨大灰色石棺, 无疑是天狼星轴中最引人注目的物体, 它特别不寻常的原因在于其组成, 通过S射线演射分析, 研究人员确定这种矿物是一种独特的矿石, 在古埃及历史上没有其他人工制品与之相似, 这使得这具石棺真正独一无二, 对非洲进行广泛研究的地质学家指出, 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尚未发现能产生如此大型石棺的古域纸沉积物, 这一发现表明, 石棺可能并非源自埃及, 而是从非洲以外的地区进口, 可能来自欧洲或黑海等地, 通过海陆运输而来, 为了查明其确切来源, 进一步调查, 矿床是必要的, 石英石是一种火成岩, 主要由长石和微小晶体的石英组成, 只有用显微镜才能识别, 因此其外观显得暗淡无光, 已知的石英石产地离天狼星轴有几百英米之遥, 这段距离凸显了物流方面的挑战和巨大的成本, 在没有直接水路交通的情况下, 运输如此重达40多吨的大型石头穿越沙漠地形, 显然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自然产生了疑问,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为什么不选择从阿斯旺获取花纲岩, 或从法有母获得玄武岩呢? 为何他们选择了这个如此艰难的路径? 此外, 如果他们找到了完成这项工程的方法, 为什么在埃及历史上没有类似的重复呢? 在这一过程中, 发现白天的视野只是惊喜地开始, 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年代测定结果, 将这座石棺追溯到公元前3350年左右的前王朝时代, 这个日期比吉萨金字塔普遍接受的建造时间早约850年, 意味着它的建造可能比库夫和帝斯王朝的时间早近1000年, 这一年代测定的突破源自一项新技术, 能够计算两块石头最后一次暴露在光线下的时间, 这一方法由Ionis Lewis教授开发, 能够通过光学热视光直接测定用花岗岩, 玄武岩和沙岩制成的古代纪念碑和文物的年代, 想象一下, 一块花岗岩在被切割和塑造成石河墙壁的形状之前, 内部存在一个小小的花岗岩晶体, 这种晶体从周围环境的辐射中吸收电子, 这些电子填充的晶体中被称为电子陷阱的微小空穴, 当雕刻出的晶体突然暴露在阳光下时, 阳光的能量会使所有被困的电子冲出它们的陷阱, 在几个小时内, 晶体会完全失去电子, 所有陷阱都变为空的, 然后当夜幕降临时, 晶体又被压在另一块花岗岩上, 从而无限期地屏蔽了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电子慢慢地开始再次从环境辐射中填充陷阱, 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瑞茨教授将这一过程称为花岗岩晶体, 在阳光下的漂白电子陷阱的清空, 可以比作当晶体被遮挡在阳光下时, 将时中调至零, 一旦电子开始重新填满陷阱, 自然就重新启动了晶体的时钟, 通过测量晶体最后一次暴露在阳光下的电子数量, 科学家们刻意确定自内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多少年, 这种方法能够准确地确定晶体的年代, 并扩展到花岗岩快在历史中的探索, 在有关古代文明的讨论中, 格雷厄姆, 汉考克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他以神的指纹和神的魔法师等引人入胜的著作而闻名, 他的观点常常挑战主流考古学, 专注于被历史遗忘的先进文明的概念, 根据汉考克的说法, 这个文明的建筑和数学知识, 远远超过了我们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知, 在汉考克的理论中, 螺旋轴扮演着重要角色, 被视为这一古老文明的潜在遗迹, 其复杂的设计暗示着, 可能藏有这个神秘社会的技术实力和文化信仰的线索, 汉考克推测, 树井的年龄是否超出了传统的时间线, 或者他是否是利用这一神秘文明传承下来的知识所建造, 他还建议, 轴的方向可能与天体事件有关, 或者与埃及神话中象征生命, 死亡和重生的天狼星相关, 汉考克的研究表明, 埃及的纪念碑是更广泛的宇宙计划的一部分, 每一个都为理解我们古代的过去提供的线索, 神秘的阿瑟瑞斯轴或许能够揭示更多, 关于我们祖先与宇宙的关系, 以及他们对精神意义的追求, 它的理论通常围绕全球大灾难展开, 尤其是那些由彗星撞击引发的灾难, 大约在12800到11600年前, 新仙女牧时期的灾难性事件, 可能导致了汉考克所认为的先进文明的灭亡, 在他检查奥西鲁斯树井的水位时, 看到的不仅仅是地下水的渗漏, 他将其视为古代洪水的象征性提醒, 他假设,这场史诗般的洪水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失落的文明, 而树井里的水则成为毁灭性全球洪水的标志, 汉考克认为,洪水塑造了人类历史, 他向主流考古学家和史前学者提出挑战, 认为古代曾发生过多次大灾难, 这些灾难留下的痕迹可能未被识别为人类制造的文物, 他主张,调查这些现象可以揭示我们被忽视的古代历史的新见解, 地质学家罗伯特·谢克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 关于失身人面向年龄的令人信服的理论, 他观察到, 失身人面向及其周围的特殊侵蚀模式 与埃及沙漠气候中的典型风沙侵蚀不同, 似乎更符合水侵蚀的特征, 这一发现暗示, 失身人面向的建造时间可能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早得多, 汉考课对谢克的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并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支持他的观点, 传统的考古学家普遍认为, 失身人面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4500年前, 尽管没有明文证实这一时间线, 然而, 独立研究人员约翰、 安东尼、 维斯特和罗伯特、 谢克提出, 失身人面向的起源可能要古老得多, 汉考课以挑战传统历史叙事而闻名, 认为谢克的理论很有说服力, 因为它表明失身人面向的存在与埃及经历大量降雨的时期有关, 估计时间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1万年之间, 这场大雨可能导致了我们今天在失身人面向上看到的侵蚀现象, 这个想法既引人入胜又颇具争议, 根据失身人面向在吉萨金字塔群众的位置以及与盖世期其他文物的风格比较, 传统考古学家将失身人面向的建造追溯到法老卡夫拉统治时期, 然而, 冲击假说引入了一个挑衅的理论, 挑战这一时间表, 表明失身人面向可能比此前认为的要古老得多, 甚至可以追溯到新世气时代, 如果它是在埃及经历更多降雨的情况下建造的, 那么这一重新评估将深刻地重塑我们对古埃及历史的 理解, 简单来说, 失身人面向并不是由第四王朝的卡夫拉所建造的, 它的侵蚀特征并非典型的风沙侵蚀, 而是明显显示出深裂缝, 石灰岩表面的起伏线条以及光滑的圆形轮廓, 这些都是水侵蚀的特征, 而飞蜂或沙的磨损, 值得注意的是, 失身人面向所用的石灰石在不同层间的印度不同, 这使其特别容易受到水的侵蚀, 汉考客观察道, 这些沿层的侵蚀模式相当有趣, 认为这种破坏不可能仅仅是风和沙造成的, 看来, 水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当他进一步研究撒哈拉沙漠和吉萨地区的气候历史时, 这一发现显得愈发重要, 他发现, 在公元前一万到五千年期间, 这个地区并不像现在这样干燥, 荒凉, 相反, 由于新石器时代的湿润时期这里非常潮湿, 降雨量显著增加, 形成了郁郁葱葱, 水源丰富的景观, 今天, 在开罗中心的繁忙街道上, 吉萨的失身人面, 像矗立于历史与现代之间, 几个世纪以来, 他那风化的石灰岩凝视着地亭线, 神秘的存在, 激发了历史学家和冒险家的无尽想象, 然而, 直到最近, 几位勇敢的科学家, 才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突破, 在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带领下, 探险队终于打开了, 失身人面向头部隐藏的苍蓝, 这一秘密吸引了几代学者的关注, 当埃及的太阳高悬, 金色的光芒洒在沙漠中时, 团队聚集在古老的建筑周围, 既紧张又兴奋, 小心翼翼地打开舱门, 门嘎之意升开了, 露出一道狭窄的楼梯, 通向黑暗深处, 他们心跳加速, 手电筒的光束穿透了黑暗, 空气中弥漫着历史的气息, 与数个世纪的沉重在底部, 他们发现了一个与想象截然不同的房间, 墙上装饰着象形文字, 被他们摇曳的火把照亮, 房间中央放着一件保存完好的神器, 一个华丽的金色护身符, 上面刻着似乎蕴藏古老力量的符号, 检查这件神器时, 他们意识到, 这一发现将改变一切, 消息迅速传遍全球, 科学家们终于揭开了尸身人面, 向顶部的秘密舱门, 全世界为之屏息, 渴望揭开埋藏在沙土之下的神秘面沙, 在广泛的地下隧道网络中, 奥西鲁斯竖井的底部隧道, 可能与吉萨高原下的地下通道相连接, 在第三层, 还有一个尚未完全挖掘的隧道部分, 令人好奇, 为什么它没有被更深入地探索, 类似的竖井和其他结构, 通常通向地下复合体, 这表明这些隧道可能是相互连接的, 有趣的是, 古人以探索许多这样的隧道而闻名, 许多隧道和竖井并没有天花板, 有传言称, 有人从萨卡拉到吉萨高原地下旅行, 但这一说法仍无从正式, 然而, 可以确定的是, 地下隧道绵延数公里, 例如, 金枪与藻贝尔的隧道长约三公里, 而借梯金字塔下面的隧道, 如果排成一条直线, 长度可达数公里, 此外, 借梯金字塔下有五层隧道, 吉萨高原金字塔下有三层隧道, 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在于, 它们揭示了如何刻在基岩上的地下结构, 与金字塔相联系, 而不是简单地分离, 在第一个隧道中, 明显的风流和底部的水位显示出, 这些隧道与尼罗河的地下水位处于同一水平, 自2012年以来, 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抽取这些水源, 但水位依然存在, 可能是因为该地区曾经是尼罗河水道的一部分, 石灰岩基岩储存了大量的水, 这让人不禁思考, 这些隧道是用来履行还是管理水流的, 考虑到它们很容易充满水, 管理水源的功能似乎更为切合实际, 汉考克提出了一个迷人的理论, 认为曾经存在一个古老的文明, 早于我们所知的早期社会, 如埃及人, 苏美尔人和印度河流域的人, 想象一下, 一个先进的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 留下的只是它存在的碎片, 汉考克认为, 这种文明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点, 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 在那场毁灭性灾难后, 幸存者四散到世界各地, 分享他们的先进知识, 帮助开启了其他古老文化的发展, 汉考克还强调了 不同文化中融合的神话和口头传统, 认为它们是潜在的历史记录, 而不仅仅是民间传说, 它特别关注反复出现的洪水神话, 将其视为对影响这个失落文明的重大真实事件的集体记忆, 它解释说, 彗星撞击释放的热量和动能融化了大量的冰, 导致北美冰盖的溶水涌入大西洋, 这股涌入扰乱了墨西哥湾流, 影响了地球的气候系统, 导致了突然而剧烈的降温, 汉考克的理论不仅陷于灾难, 还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建筑奇迹, 它对埃及金字塔, 石门以及南美的巨石遗址等结构, 所展示的工程和建筑实力感到着迷, 根据汉考克的观点, 这些奇迹展示了失落古文明的复杂技能和先进知识, 邀请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历史, 他认为, 古代建筑的惊人精确度和细节表明, 这些早期的建设者, 掌握了远超我们通常认为的先进知识和技术, 例如, 在波利维亚的湖墨鹏窟, 石头被切割得如此精确, 以至于看起来, 他们一定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工具, 汉考克对建造大型建筑的技术特别感兴趣, 惊叹于这些巨大的石头是如何完美组装在一起的, 通常不需要任何沙浆, 这些重达数吨的石头不仅被移动了, 而且被精确的定位, 表明古代人对工程员里有深刻的理解, 可能还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和滑轮系统, 汉考克的魅力不仅在于建筑技术, 他也被这些古老建筑所揭示的数学和几何知识所吸引, 他指出了黄金比例的实用和精确的角度测量, 这些都表明了对数学和几何的复杂掌握, 以库夫大金字塔为例, 在汉考克看来, 其完全水平的基础和精确的角度是先进的几何和工程技术的明显证据, 此外, 他还重点介绍了中美洲的纪念性建筑, 如特·奥地瓦卡的太阳金字塔和玛雅金字塔, 他强调这些建筑的精巧设计, 城市规划和大型石块的使用, 认为这些成就显示了技术的熟练程度和知识水平, 远超我们传统上对这些古代文化的理解, 汉考克还深入研究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概念, 随差, 指的是地球自转的缓慢而渐进的摆动, 约居两万六千年完成一个周期, 他探索了吉萨金字塔如何与猎户座腰带上的星星对齐, 以及师身人面向如何与世子座对齐, 尤其是在被称为狮子座的时代, 约公元前一万年, 汉考克认为这些对齐并非巧合, 而是古代建造者对复杂天文现象的深刻理解, 那么, 建造师身人面向的人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建筑技能呢?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是否有一个失落的文明或更先进的知识体系, 在背后支持这些伟大的成就?